被誉为中国第一美女主持的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沈欣 上周一遭富豪前男友李军持警棍硬创相规 李军被香港警方控以报窃及管有违禁武器罪 已经关押了8天 8月30日李军再度申请保释 表示愿意交出100万元保释金 并透露沈欣决定不追究 而且不会出席法庭聆听 但申请最终仍然遭到否决 较早之前沈欣已经透过凤凰卫视网站 否认以李军的前渡情侣关系 并且坚存自己的收入 全部都是自己透过工作赚回来 但是李军以一个富豪的身份 一大早与司机抵达沈欣的寓所 爬窗强行进入沈欣屋内与其争执 当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李军可能持有违禁武器 但是就有可能背上盗窃的罪名 这个就有点提交皆非 而且更加有趣的是 屋内当时还有一名姓吴的富商 有媒体引述警方证供 只有人在争执过程中大喊 我在他身上花了过千万 虽然沈欣其后也否认了 吴姓富商的存在 但香港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 并且在10月18日再度提讯 就算沈欣决已不会出席聆听 但是在聆听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被披露当天更接近完整的事实 这些就不是沈欣一封声明就可以掩盖的了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大家好我是大英 您现在观看的是搜狐视频